前段时间 我们在芒果台的天天云时间里 看到了好久没见的湖边 今年已经49岁的她 出场依旧迷倒无数少女 举手投足之间 绅士翩翩 在她的身上看不到大树的油腻和沧桑 岁月在她的身上 并没有留下无情的痕迹 1971年出生于浙江省的湖滨 最初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运动员 因为在她13岁的某一天 她骑车经过西湖 看到西湖上有皮滑艇运动员 在接受训练 这让湖滨瞬间产生了兴趣 于是她就站在岸边 等着训练结束 然后她找到了教练 告诉教练 她不怕吃苦 她也想学习皮滑艇 于是13岁的湖滨 凭借着一腔热血 进入了体校开始训练 在经历了七年的训练之后 湖滨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为了争取参加亚运会 湖滨每天增加自己的训练时间 然而 在有一次的体能训练中 杠铃砸到了湖滨的背上 导致脊骨被撞伤 但是湖滨不想失去这次机会 在医院紧坐了四天 就去参加了亚运会的选拔赛 但遗憾的是 湖滨因为伤势 未能参加亚运会 但是在之后的赛艇世界杯中 湖滨不负众望的 拿到了第七名 由于长期的高强度训练 湖滨被查出 患有心肌炎和腰肌劳损 所以 年仅19岁的湖滨 不得不提前退役 在1990年的时候 湖滨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 一运动时 练就得完美身形 收到一家丝绸公司的邀请 希望湖滨能够做样本级的模特 1991年 湖滨和丝绸公司再度合作 并参加了全国青春美模特大赛 凭借着独特的气质和完美的身材 获得了第一名 从此开启了模特生涯 在1994年的首阶乐腾打杯 全国男装设计制作大赛上 湖滨获得了中国最佳男模风度奖 瞬间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 湖滨也成为了最早踏上国际梯台的 中国民谋 事实证明 曾经为之付出的努力 都不会白白浪费 因为这些努力 终有一天能够让你闪闪发光 之后胡冰又踏入了娱乐圈 虽然也接了一些角色 但是播出之后 一直都反响平平 直到1999年 胡冰与曲颖 共同出演电视剧《真情告白》 这部剧给胡冰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让胡冰成为了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2000年的时候 胡冰 陆毅 李亚鹏 陈坤 被评为内地四小生 就在胡冰的事业蒸蒸日上时 负面评论也接踵而来 这样的评价让胡冰陷入了自我怀疑 再加上当时 因合同和公司发生矛盾 被经纪公司雪藏了一年 但好在一年之后 胡冰迎来了视野第二春 拍摄了电视剧《粉红女郎》 饰演剧中温柔了时光的王浩 这给你 幸运球 你不要同心我 拿那种骗小孩的东西来哄我 这个很好玩的 走 在经历了大红 雪藏 再次爆红的胡冰 明白这世上 没有什么事能够永远靠运气 所以他决定 到美国修读电影表演 学习结束之后 再次启程的胡冰 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花十年的时间 演好配角 但出国留学这些年 很多观众都将胡冰遗忘 所以刚回国那几年参演的电视剧 大都没什么起色 但胡冰觉得 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永远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 对自己负责 让自己不留遗憾 直到2017年 胡冰在电视剧《猎场》中 饰演了一个有温度 有风度的中年男人 这也让胡冰劝了一波的演技粉 就像台湾作家三毛说的 磨炼这回事情就如同风雪中的煤 越冷越开花 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劳而获 光鲜亮丽的背后 永远是日复一日的努力 有人说 如果胡冰当时没有去留学 或许早就是娱乐圈的大咖了 但胡冰表示 人生没有如果 这就是我 经历了这些之后 才成就了现在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